我們現在進到簡報第36頁這裡 我們就來體驗一下遙控器 為了體諒大家的心腦 直接點下面就可以嗎? 就先偷看一下啦 按一下 這樣有沒有的 那我喜歡用遙控器其實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它除了有比較多的按鍵我們可以拿來用以外 有沒有發現它有一個小小的螢幕可以顯示 所以這裡我就多用一個遙控器螢幕顯示什麼 對不對? 也就是說我今天在點這些按鈕的時候 我不只是只有很單純的燈泡很真的 我還可以做一些回饋 我就可以訊息顯示在這邊 那我們看一下遙控器遙控器 既然我選擇遙控器的互動方式 左手邊就有遙控器跑出來 所以點擊哪一顆按鈕 螢幕顯示什麼就在這裡 好那這個地方呢我們先看一下點擊1 有沒有發現有這麼多顆就是右手邊的 那第一顆圓圈圈是誰? 就是這一顆 紅色開關 紅色開關 就紅色開關 對 所以我點擊1 我這邊就比如說我叫做開燈 對不對?點擊2 等一下等一下 這叫狀態切換 好 這個放下來 然後呢這叫關燈 放燈 對 這個叫做閃爍 其實它越來越不會打字 因為現在都用語音了 好 那我們要注意一下 我們這個按鈕跟我們寫成字一樣 有分什麼? 有分三個狀態喔 有沒有發現 點擊按下跟放開 那我問一下各位 放開沒有問題 大家都會放開 請問點擊跟按下有什麼差別? 按鈕放開 對 點擊就是按下後放開 按下叫做按下不放 這樣應該就很清楚了 所以我們這邊 我2是用什麼? 按下2的時候 開燈放開是用關燈 OK 所以我們就可以來這邊 馬上執行一下 所以我按下這個 但是沒有作用 為什麼? 不要忘記的 上面這號碼我沒有打 你都沒有告訴要控制誰 他怎麼會知道呢 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就貼上 重新執行一次 好 現在我按下他 沒有 還有哪裡錯 腳位錯 對 不要忘記 來 按下這個 看一下沒有哪裡錯 我看 點擊1 點擊 哦 對對對 完蛋了 換我想睡覺了 這樣有沒有狀態切換 這裡 對不對 好 按下2 試試開燈 按住 按住開燈 放開關燈 按下3 閃爍0.5 4 比較快一點 這樣OK嗎? 可以齁 來給大家試一下囉 記得喔 剛剛 欸 打開之後 要會改喔 哈哈